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概国人的平均大概是年龄是50岁 那这个时间差不多就是三四十年左右的时间 那停经前后两三年 这段时间我们叫做更年期 那它的成因的部分到底是有哪些成因 代表我们卵巢的生理开始老化 那不排卵了 那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变化 生理的自然的生理变化过程 那只是说有的人来得早 有的人来得晚 最主要就是这个荷尔蒙会突然 突然就降低很低 就降低了 齿素降很低 对 特别是像雌激素 会降得很低 那很低的时候 就会引起我们身体 各个周边组织的一个 不适应的一个情况产生 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更年期基本上它可以分为早期的症状 我们常见就是燥热 热炒红 对 这很典型的 夜间倒汗 睡不着 失眠 失眠或者是睡得不安稳 胸闷 心悸 心悸 胸闷 接着就开始分泌物干 就可能皮肤干燥 另外就是眼睛黏膜 比较容易干涉 干眼症 对 那接下来就开始就是 那个中期的症状出现 就心血管的一个问题出来 骨质就越来越流失之后 就骨松 骨松就容易骨折 晚期呢 连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的这个连结 突出连结就会萎缩 那就容易失忆 影响记忆 然后甚至有人说老年痴呆症 都出来了 更晚期就也有一些癌症的风险 子宫内膜癌 卵超癌 乳癌 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高 另外更年期症状还有一个 在中期也常常会发生 就是尿失禁的问题 就是贫尿 对 更年期在临床诊断上 有没有一些比较科学化的根据 临床上我们诊断主要是靠症状 然后要配合这个抽血检查 先抽血 抽血检查看看这个卵巢 这个荷尔蒙 是不是有达到这个停经更年期的标准 FSH 是 这个数值如果高过25以上 那就可能开始进入更年期 那如果到35可能就已经差不多要停经 差不多要停经了 对 那现在有比较新的一个指标 叫AMH 叫抗木勒氏荷尔蒙 对 那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原则上它如果小于0.1 大概也差不多进入更年期 那如果到差不多0.01 那就可能差不多要停经了 除了抽血之外 那也应该做一个复科草原波检查 看看这个月经不来 是不是也有其他的病因 另外这个更年期诊断 还有一个项目可以判断 就是这个女性荷蒙 所谓雌激素 是不是有低到这个35或30以下 女性雌激素 对就太低了 那太低这个我们大概可以判断说 那这个应该就进入停经 更年期它有些什么样的病发症 比如说这个阴道干涉 那久了之后就容易萎缩性阴道炎 哇这个严重 那就刑防容易这个裂伤 出血 有时候不一定要刑防 你走路走一走 就突然就出血 可能感染 感染 细菌性的阴道炎 那甚至于病毒感染 这个人类乳涂病毒感染 那就容易有什么子宫颈的上皮病变 对对 子宫颈癌的问题 代谢率又变慢 所以肥胖问题马上来了 细胞代谢率慢 就容易肥胖 代谢症候群出现 那三高症就跑出来 又没控制好 那就脑中风 你看你看 心肌梗塞就来了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 就是骨骼的健康出现问题 是 严重骨松之后 发生了一个病化症骨折 开始就视力退化 白内障 是是是 然后听力减退的问题 对 那还有就是牙周病 牙齿这些问题 尿失禁 漏尿的问题 如果更严重 久了之后 就有可能会 所谓的应力适应尿失禁 是 那这个可能就需要 必要的时候 需要用动手术 去把那个尿道 悬掉把它掉起来 万一就不幸中风 那就 又没办法动 就更麻烦了吧 那会增加这个 整个家庭的一些漏力 还有家庭的整体的负担 在日常保健方面有些什么 第一个你要有一个恒定的一个运动习惯 跳舞啊做瑜伽啊 那打球也可以啊 甚至去健行啊 游泳这个都是很好的运动 让你的这个器官组织细胞维持一个 比较好的代谢循环 血液循环也比较好 那这样组织器官比较不容易老化 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持之以恒 另外就是控制体重 食量要适中 那还有就是饮食的形态 尽量以这个所谓地中海型的饮食形态 好柔 对 高蔬果 高蔬果 那会建议各位 就是尽量用新鲜的食材 是 然后每一餐呢 蔬果尽量占百分之五十百分 好 那这个淀粉类大概二十五百分就好了 那蛋白质大概也是二十五百分 要补充钙质 就从食物里面含钙的这些食物 补充一点钙片 或喝牛奶或一些 優格 或俗称的酸奶 这些 钙质都蛮多的 对 钙质多的食物都补充 那这样你比较不会骨质疏松 要做这个三点不漏的检查 三点不漏 就是乳房筛检 还有这个抹片检查 那甚至也就是妇科插温波的检查 上述刚才讲的这些 没有办法缓解你的更年期症状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要做 女性磁吸素荷尔蒙的补充治疗 那药物治疗的话 它的好处基本上就是可以减缓 我们这些更年期的症状 这个药物治疗有什么方式 刚开始停经 那我们一般药物治疗会选择 像吃避孕药的这种方式 就是周期性让月经再来 是是是 所以让妇女觉得比较年轻一点 好像又重回 月经又来了 又回青春了那种感觉 三五年之后呢 那可能就会建议把这个剂量减半量 然后我们可能就让月经不来 那我们也是有这个药 可以让你月经不来 提早让你提前 对又可以补充到四度的一个荷蒙的量 目前全世界的全球共识 就是说如果更年期有症状 那当然就先做这个 刚才提到的这些非药物的一个保养 对 那如果更严重 无法缓解 没办法缓解的话 那你接受药物荷蒙的保养呢 最好是一停经 有症状就开始补充 那到底补充多久呢 补充十年内是安全 不会增加任何的那个不适的风险 也不会增加癌症风险 也就是说我们抓在六十岁 OK了解 就是五十岁停经 然后迟到六十岁 这这个部分都是安全的 荷蒙治疗的药物治疗的方式 除了使用雌激素之外 那也有雌激素加黄体素的方式 那也有所谓类雌激素的治疗方式 大概可以概分为这三大类 我们这些荷蒙补充 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我前面讲过 就是说不管你是用哪一类 基本上就是十年为限 然后最好是一停经就开始用 那到了过了十年之后 其实会慢慢建议就是 就要个别化来判断 就由医师专业医师来判断 你适不适合在延长使用 有人说一旦进入更年期 就因为好像就是不排卵了 然后荷尔蒙也慢慢下降 这样是不是会老得很快啊 取决于你个人的保养 注重更年期的保健保养 那这样你就不会老得太快 更年期提早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一些 可能会有一些高风险群的人 他会更年期很早就提前报到 那这样他会不会增加日后离癌的风险 基本上是稍微会有一点增加 如果你是早化性停经的妇女 你应该要每年要规则追踪 所以你有什么妇科疾病 你都要追踪 而且刚才讲过的三点不漏的检查 更年期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我们只要忍一忍就好 反正这个也不用看医生 反正这个很自然嘛 就是自然老化 所以不用看医生是这样的 你这样的忍下去 可能你的生活品质大受影响 千万不要那么忍 不要对自己那么残忍 不要千人白人 不要对自己不好 一定要好好去治疗这个更年期 我们干脆就补充荷尔蒙就好啦 是这样吗 更年期轻微的症状 我们可以靠日常更年期的保养 可是如果真的比较严重 你这样做都还没办法 达到这个缓解更年期症状 那你就应该要接受药物治疗 经过我们刚刚主任 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解说 对于更年期障碍 我们在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 是不是大家都已经有一些 知道该怎么样去克服它了 对不对 那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照着我们今天 这样的一个内容 来好好的例行 非常谢谢我们国泰医院 神殖医学中心主任 还是我们妇产科主治医师 赖宗旋 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详解 我们来谢谢赖主任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茉莉 那我们也跟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 说再见咯 好 拜拜 拜拜 没有最健康 只会更健康 快上来加入好友 Top 1 Health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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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